盘点热汗嚣张拳手 被中国硬汉KO 无不例外全部躺着下擂台 说到国外的那些嚣张拳手 金士基金再勋绝对名列其中 本期视频流程就为全迷盘点一下 那些嚣张的热汗拳手 第一场张美轩对战日本拳手田村纯 田村纯上擂台一直跳舞挑戏 结果被张美轩打得躺着下擂台 来看两人的第一回合 也是拥有昆仑爵周济金腰带 在我的印象当中 张美轩是一个表演性很强的一个选手 动作呢比较大可看性很强 面对田村纯的挑衅 张美轩也在用奇人之道 环制奇人之身 两人扭打在一起 很快就分开了 不过田村纯的挑衅还在继续 这下就彻底扰毛了张美轩 杀手的攻击方式来攻击对方 所以这个很多度 就像这样的360度的炫踢 像这样的动作 一般的选手会很少很少用 这个时候田村纯还在变着法 挑衅张美轩 张美轩则是在寻找一击置敌的机会 这样的挑衅估计放在谁身上都会暴怒 张美轩也不例外 最后一次摇手跳舞后 张美轩终于抓住了机会 压制田村纯到省角 一记肌腹拳直接将田村纯击倒 连续的补拳 裁判最后终止了比赛 第二场杨建平对战日本老江上山知晓 上山知晓赛前挑衅杨建平要让他躺着下楼台 结果却惨遭裸脚降服来看两人的比赛 没想到杨建平早有方法 现在双方是拉开了距离来进行积极的试探 面对上山知晓的飞踢 杨建平也不含糊 比赛一开始就直接将上山知晓带入到地面 都知道杨建平地面有多强 很少有对手最后不被他降服 杨建平见手臂三角所没成功 随后就开始布置断头台 很轻松地就控制住了上山知晓 最后轻松将上山知晓所运昏迷 裁判愣是没有发泄 在结束比赛时 上山知晓已经彻底没有了意识 第三场严希波对战日本混混力11闪 两人的这场比赛赛前对手也是放狠话 杨言要暴虐严希波 可谁曾想这个人上队台连六秒钟都没挺过去 就为血虐开忧 简直不要太快 这一战也就此成就严希波来看两人的比赛 回合刚开始历时预闪就想要飞溪 看能不能来个快速结束 但严希波这个时候的反应看成神速 后手击倒对方之后 连续的补全 裁判赶紧就结束了比赛 这位日本混混可能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被开欧 值得一提的是严希波的杂拳打掉了对方五颗牙齿 全民们说说历时预善的出场费 够不够他的医药费 第四场欧日格的对战 韩国嚣张拳手金再勋 金再勋满身纹身裤子大哥 也是个火爆脾气 有实力也就算了可他偏还是那种没实力的主 新闻发布会大打出手 结果上内台完全不适合 让我们来看两人的比赛 被如此的羞辱跟挑战 奥日格勒绝对是不能忍 比赛一开始完全不给对方任何喘息 金再勋滴嫂 奥日格勒就是大摆全轮 打倒之后补全裁判都拦不住 最后引发内台混战 如此嚣张之人 内台上却连30秒都没有挺住 奥日格勒在内台上可是不惯着你 完完全全的碾压 最后倒地昏迷 这些嚣张的人最后无一例外全部躺在了内台上 金世姬 金再勋 田村淳 上山之小 历史玉山 无一例外全部被中国硬汉暴虐 这就是中国硬汉的实力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柳成喜欢的观众点赞关注 咱在这里谢过各位了 这些人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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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是